我是Isabel 我要報告的專案 就要一二三打倒掛 生動作顧台灣 然後我想先講一個故事 為什麼會有這個專案呢 因為我有一天學運開始之後 大家都非常的投入 然後我雖然年紀也很大 但是也不例外 結果我有一天就發生精神網路的狀態 把我送小孩上學的時候 把小孩忘在門口 然後我就開了大概三個block 之後看到別人牽著小孩 我才忽然發現說 啊我的小孩咧 就是說我車子開出去 但是小孩並沒有在車上 他在家門口 然後後來回來我就痛定思痛 覺得這樣子不是辦法 我們還是要想辦法 就是不能去現場 還是要想辦法能夠對立委施壓 那其實這件事情在很早以前 大概去年七月的時候 那個打黑箱古帽他們那邊就已經急過 但是我們後來發現說 那個打電話這件事情 其實對很多人來說 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那所以我們其實整理了一下 後來必須要 我們就想說從 從這個專案 從反黑箱古帽這件事情開始 然後來試試看大家 是不是能夠藉由打電話來進行一個 最後一題的這個動作 那基本上這個專案大概就是 關鍵字就是三個 打倒掛 那後面的是打是要有議題 那我們第一個議題其實是 反黑箱古帽 那倒就是我們會提供一個訴求的模板 那個訴求模板裡面就是 基本上就是我先打了一次 然後我把大概現在有的 就是現在有的訴求整理出來 然後做很短大概100次以內的一個模板 然後提供大家做參考 那這樣大家看了以後就知道說大概 你打去的時候要講些什麼 然後其實我們有建立一個那個 互相就是回饋的動作 所以就有很多人打了以後來留言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大概你會面對的狀況是什麼 那最後是掛的對象就是施壓的對象 就是會提供立委的資料這些 那其實這個已經有網站上線了 但是我們希望說能夠再更精進 然後包括把後面的議題再 能夠繼續拉進來 那其實我們發現效果其實蠻好的 因為我們打到最後 有網友回饋說你打去你不用講 對方就把你後面要講全部都念出來給你提 所以我們其實希望徵仇的人是 我們現在徵仇的人其實是議題管理 就是能夠統籌議題的人 然後還有這個怎麼 就是能夠統籌議題的人 然後那個能夠管理留言板的人 然後我們今天因為會有新的議題出來 但是工程師在其中考 所以我們希望會有Coder 來幫我們再進一步做下去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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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